融入骨血的生活方式 这一路走来 似乎不是孟德芝选择了鼠秀 倒像是鼠秀选择了孟德芝 如同世界上许多的古老手艺一样 面对着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 和现代化的生产方式 鼠秀也面临着失传的危机 尤其是极具艺术观赏价值的 双面异色异形秀 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观赏 双面异色异形秀的作品 在半透明的沙料两面 竟然秀着完全不同的造型和图案 而仅仅一沙之格 两面的图案颜色 却不会被彼此影响扰乱 这不合厂里的秀作 十分令人着迷 在我看来 这种工艺的精妙之处 简直匪夷所思 两面不一样的 有些时候一面是人物 一面是动物 所以首先你要很多年的积累 你掌握了很方方面面的一些功底 过去我们厂里面 就是储修厂里面 就是几百个秀工 就是一般工厂里面选了十个来学这个 现在年轻人有一些也在学这个 但是就是因为他们的功底 没那么牢嘛 然后就是还是有失传的那个危险 我惊叹于这古老而精致的记忆 也为他所面临的危机而叹息 我想只有更多的人关注和学习 才能让他获得更大的生命力 我现在就教你最简单的 就是长短针 就是一针长一针短一针长 就是相互错开 你看这样 而是平行的 是平行的 一针短一针长 看中间是要错 错一下 看我修给你看 这个是短的 然后挨着这儿 又做一个长的 然后再下来又做一个短的 又做一个长的 先分线和皮线 然后把两根粗的 从中间一分为二 按照基本的 这个差不多四个 这个是三丝 是不是 还有一丝 对 你看 你看好细 我觉得跟蜘蛛网一样 对 这个蝉丝线 天哪 不好分 这个是基本功 完了我太不善于这个 对 对 先进来 挨近一点 挨着这个 这儿吗 在下面一点 对 就缩上来一点 对 对 这个 对 可以 但是要在线中间 不是你不能只接着 线针眼 这样 对对对 因为下一针可以多扎 如果绣长的话 就可以多扎一点 然后短针往里边 往里边去 往下面再插一点 这儿吗 刺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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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眼睛都花了 看起来是拿一根针 很轻 但是实际上很累 是啊 这是要用巧劲的 我这个要是绣坏了该怎么办 剪掉啊 就得全都拆掉 对啊 孟老师教授我的 是鼠绣当中 最为简单易学的针法之一 事实上 经过几千年的创造和实践 鼠绣已经发展出 122种针法 用以表现绣物丰富的质感 技巧只是手段 作品是否传神 还要看个人的修为 这个下午 我就坐在这里 绣足了四个小时 我所完成的 不过是两片翠绿的树叶 事实上 这两片树叶看起来 生硬死板 毫无生气可言 听说 绣完我今天练习的这幅作品 哪怕手艺纯熟的绣女 也要花上三个月 对我来说 这简直难以想想 我现在深刻地体会到 鼠绣真的是一门 非常需要耐心的技艺 就连最基础的这种分线 还有穿线 都需要心平静气 心浮气躁是绝对不行的